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东旭 马上来看今天的产业动态 台湾商业服务业景气预测 11月持续下降 台湾榜值产业前进印度参展 预估创造6000万新台币商机 被动元件需求热 中华化霓产液态导电高分子 富邦首席经济学家今天表示 新台币下半年将相对稳健 接着关心金融股市行情 台股今天开地后 盘中多度反弹后再翻黑 指数在年限附近震荡整理 观察类股的表现 被动元件和金融族群涨跌互借 电子三雄也各自表态 盘中由台积电和鸿海等全职工苦撑盘 不过量能不足 上工力道有限 分析表示 全球股市仍在观望美中贸易战的情形 估计在雅股还没有回稳前 台股仍然会以年限附近的整理为主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社群网站Facebook泄漏用户各自闹得满城风雨 在全球拥有14亿用户的Google也证实 使用旗下电子邮件服务Gmail用户所收发的信件 有时会被第三方应用程式开发商阅读 包括Return Path和Edison两家公司的工程师 可查看数百万具没有用户的电邮内容和收件人地址 恐酿成类似脸书各自外泄风暴 晶圆代工厂联电和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互控侵权案 三日中国法院判决结果率先出炉 福州中级人民法院对美光提出禁令 要求美光在与联电专利侵权诉讼期间 立即停止在中国销售26个DRAM与Flash产品 消息拖累美国半导体肋骨周二大跌 也可能升级即将到来的美中贸易纠纷 四川为比特币挖矿重镇 因近期受到暴雨重创 让数万台挖矿机遭洪水淹没 使得全球挖矿运算力奏减三成 预估比特大陆可能因此追加订单 比特币挖矿机晶片独家代工厂 台积电将有望受贿 水泥业第二季业绩加温 台泥雅泥领涨 今年因为中国大陆实施错峰生产 严控水泥供给 让水泥价格维持高档 价格比往年高出两成左右 法人认为水泥供需健康 水泥双雄 台泥雅泥全年获利都有机会赚超百亿元 拼创历史新高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您有吃过机器人煮的饭吗 国外兴起了一股机器人餐厅 而这股潮流吹到了台湾 在台北也有机器人厨师 不仅会炒饭还会接牛排 而这对美食餐饮的产业人力结构 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 带您关心 金黄色的炒饭粒粒分明 不过这背后的厨师可是一台造价300万元的机器人 广告材质范可清开餐厅与精密机械研发中心合作 倒入粉土机器大厨 不管是炒饭炒菜还是煎牛排都难不倒他 不过摆盘还得需要真人出动 很有新鲜感吧 然后用餐的气氛会感觉很愉快吧 然后小朋友应该会很开心 它真的不会行 而且炒饭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粒粒分明 所以我刚刚在吃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好吃 透过机器人取代了厨师 平常日常的工作 可以省下大量的人力 把这个人力成本放在食材上 于是我们就可以制造出 可以推出平价的高档美食 我们也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使用者的界面 让范先生店里的这些员工 可以很快速地去做弹性的一个编程 动作的编程 然后可以适应一些不同顾客的需求 厨房内还有三台从德国进口的 3D立体电磁炉 只要先调节温度跟时间 接着将油跟配料倒入 四分钟后就能轻松炒出 三人份的炒饭 七位机器大厨一字排开 在美国波士顿的一家餐厅 民众只要透过触控一幕点餐 机器人就会将备料放入锅子 转动加热 接着将煮好的食物倒入碗中 店内只有两名员工 还有在旧金山的汉堡连锁店 引进了一台大型机器 从烤面包即将之到煎肉排 机器人一次搞定 据说每小时机器人能够制作120个汉堡 人工智慧来袭麦肯锡预估 2030年全球将有四到八亿个工作 将被自动化科技取代 不过曼肯锡同时表示了 在经济增长充分以及创新投资冲突的环境下 新创造的就业机会 足以抵消自动化带走的工作损失 新唐亚太电视 王国林赵婷玉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彭博社 贵阳农商行债全部两率飙升到19.54% 引发市场担忧 中国地方银行危机扩大 金融时报 美国司法部公开调查 矿业巨波 Lancor市场震惊 股价暴跌超过一成三 华尔街日报 美中贸易战加剧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中国将被迫改变 货币干预策略 日本经济新闻 三菱UFJ Lease & Finance公司 取得了英国水道运营公司两成股份 台湾化妆品市场 每年市值超过了千亿元新台币 尤其皮肤保养品占了五成以上 瞄准美丽商机 各家厂商都选择自然成分 来作为保养品的原料 而台湾有一家生机业者 花费了35年投入巨资 研发出不需要乳化剂 化学成分的保养品 因为技术独到 许多的国际大厂也相继 寻求合作机会 待您直击 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黄虎剂 所以使用前要把它捏一捏 捏成均匀 那我们的胶原蛋白跟三菜 它是可以融合的 原于一般保养品 台湾生机业者尤凯玲 选择小包装设计 而捏的动作 需要让里面的元素融合 自拍包装 黄橙橙接近膏状的液体 闻起来有淡淡的食物香气 尤凯玲说保养品原料 就是从食物萃取 我们有六百多种的原物料 有淮山 古类 小麦 珍珠 大豆 当初我们的研发者 为了不放防腐剂 花费了将近有十年的时间 一百多种的营养素 原物料把它聚集在一起 而腹部干扰 可以独立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科技 镜子身旁的这些蓝色桶子 是各类食材分解的半成品 每个桶子大约一百公斤 至少经过三年的存放分解 只提取三克的精华 做调配使用 我们现在看到液状 是氨基酸跟可干酸 它是针对皮肤毛囊的营养 那膏状的部分 是我们要的药样元素 蓝色桶子里 装的是经过十年分解的 八热萃取调和物 搅拌后 一体全现乳状的生褐色 除了水果 还有分解不到两个月的姜片 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在这一个存放半成品的空间里 完全没有任何异味 这些食材必须要这么长的分解时间 由凯玲指出 也就是不需要乳化剂 化学成分的关键 我们所有的产品 必须要提炼三年的时间 让它自然的乳化 而不添加任何化学 来使它乳化 所以时间也是一个我们很昂贵的成本 我们从1000公斤当中才提炼600克 我们把食物最精华最精华的营养素提炼出来 台湾生机业者花费35年研发 投入庞大经费 研发出生态营养分解提取技术 原料也就是根精谷果类 及草本植物大自然食材 必须先清洗 解农药残留后切片 加入分解原料 再浸泡至少三年 将渣过滤 剩余水分经过低温干燥设备 经40度C慢慢蒸发后的粉末 作为调配各部营养使用 低温让它水分脱掉 然后不会迫害我们原本植物里面的成分 这样才能发挥植物的效果 它一般你假如用烘干的 或是超过50度以上 我们的植物里面的维他命类的 全部都会被迫害掉 所以我们的机器特殊就是 完全保持它原本的成分存在 为了满足独家研发技术 每一套设备都是特别定做 台湾生技业者从中华5000年的社会当中 了解到人体所需的营养 藉由草本 蔬果中等自然物提取精华 也将这份心意帮助弱势团体 包括这个消防啊 还有这个急难救助啊 水上啊 我们都有参与 那我们很愿意取之于社会 回馈于社会 帮助更多百姓 帮助更多团体 我们希望一个良善的契约 可以改变整个文化 社会 风气 目前产品种类超过130种 以欧洲 德国 美国 日本及中国 为外销市场 并经过SGS检测 均无任何添加化学药物 度添加化学防腐剂 也取得ISO22000工厂安全认证 因技术独到 许多国际大厂相继寻求合作机会 其实很多国家还有很多财团 一直想要跟我们技术合作 那我们希望把这份技术 是留在台湾的 我们希望帮助台湾 赚取更多的外汇 促进经济 让我们台湾 在国际之间 生物科技 可以扬名国际 造福更多的人 从小体质敏感的尤凯林 寻找到适合自己肌肤的保养成分 进而投入生技业 开创美丽商机 也为台湾拓展在国际上的 生技能量 带您看到明天7月5号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中国央行降准 输解信用紧缩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公布会议记录 台话除席 韩社召开董事会 推选新任董事长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东旭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